跟大家详解一下凯莉的最新商业模式 我们这个商业模式是全新机制全球专享 那这个商业模式最大的亮点就是210的人性化奖励体系 这个奖励体系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网络营销的认知 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奖励机制 可以照顾到大部分人都可以开心赚钱 犹如移民到了高福利国家 过去适应于一年的时间 很多人已经领到了这些高福利 超乎他们的想象 那我们210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就是代表所有的双区奖金都可以赚得到 如果你愿意打双区的话 我祝福你 我赞叹你 你的努力将会得到超乎想象的回报 1代表即使经营一个区 也可以升级赚大钱 就像我现在这样 我只经营一个区 可以解决传统单区赚不到钱的问题 0代表即使零推荐 在我们的公司也有资格拿福利奖金 真正实现消费者变成消费商 那八大金刚奖励制度 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第一个奖励制度 就是第一个奖励就是分享顾客零售奖 这个每个人的后台都有个二维码 大家都可以把这个二维码拍照下来 放在你的包包上面 或者放在你的名片上面 放在任何地方 别人看得到的地方 假如有人对你的产品感兴趣 那么少你的二维码 自然而然 他要买产品的话 就算你的业绩 那这个优惠顾客呢 他加盟成为优惠顾客是零费用的 就可以享受会员家的购物优惠 那同时呢 他要买东西就奖励给推荐人 CV值10%的奖金 举个例子 他买一瓶NM6139美元 是80CV 那公司就奖励给你8块美元 优惠顾客购买的CV 100%算着推荐人的活跃CV 推荐人无需为每个月活跃资格担忧 假如你的后台只要有一个优惠顾客 他用你每个月喝一瓶清气水的话 你都不用担心你的账号会归零 因为这个活跃CV呢 购买一瓶就有80CV 就足够你活跃一个月的 那有的人问 我假如我目前的自己的后台 已经有500CV 可以活跃多少个月 那这个优惠顾客占买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CV值会浪费掉呢 不会 公司会自动顺眼 自动添加上去的 非常的人性化 那第二个呢 就是直接推荐家 我们推荐 直接会推荐不同的套餐 就可以获得不同的奖励 那么我们一共有这四种套餐 499 1099 2399和2999 大家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有不同的套餐 有不同的这个优惠 那当然呢 如果今天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经营者的话 我建议大家大套餐进来 因为可以享受最高待遇 而且呢 产品的这个折扣也是最高的 如果今天你要定 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消费者 那更要最高套餐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可以享受高折扣的产品以外 你既然要吃产品 就要吃出好的效果出来 那只有大套餐才有办法 让我们吃出好的效果出来 所以不同的套餐有着不同的福利 那间接推荐分销奖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奖励 加门时候购买不同的套餐 加上我们合格 什么叫合格呢 你在公区直推两个人保持活跃 就是合格 这个保持活跃不仅仅是自己保持活跃 你公区的这两个人 也要保持活跃才是合格 有的人在公区推荐两个499 结果到第三个月 这两个人没做从销 你就不是合格的经销商 就可以获得不同的代数的 分销奖和举证福利奖 同样也是这四种套餐 499套餐有这个 4代分销奖和5层举证奖 1099套餐有这个 6代分销奖和10层举证奖 2399可以拿8代分销奖和15层的举证奖 2999可以拿10代分销奖和16层的举证奖 那合格经销商的分销奖 第一代到第十代呢 可以拿推荐奖金的5% 那么如果你上了钻石 以后又有钻石额外的分销奖 可以拿7代 从一星钻石拿到七星钻石 那11代到第17代呢 又可以额外拿推荐奖金的3% 是这个意思 如果上了钻石相当于可以拿8%的分销奖 那还有一个间接推荐的拓展奖 拓展奖也是传统的说法叫做极差奖 只要有血缘关系团队里头存在级别差异 高级别的经销商可以无限带拿到各种的拓展奖金 具体算法录像 如果你觉得说刚才的分销奖最高只能拿17代很有限的话 那要尽量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成功起来 就可以拿到无限带的 因为这个是无限带的 即使你后面团队只要你的级别高于你团队的任何一个级别 哪怕他在你的30代50代100代1000代5000代 你都可以拿到这个拓展奖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具体的拿法是这样子 以297就套餐为例 举个例子 今天假如你是一星董事 你下面的伙伴他们还不是一星级别的 那么你今天他们推荐一个新当进来299这美元进来 你除了可以拿到刚才的25美元的分销奖 同时呢又可以拿这个25美元的拓展奖 一共加起来是50美元 如果今天你是二星董事 那么就可以拿这个推荐奖的10% 比如说你推荐的A又推荐的B 那他们呢都不是一星 都不是二星董事 那么他今天推荐一个新当进来 你可以拿什么呢 你可以拿除了可以拿分销奖25美元 刚才的那个奖励 又可以拿这个50美元的拓展奖 以此类推这样子下来 公司呢最高会拨出280美元拓展奖 第三呢就双区营运业绩奖 合格经销商左右两区分别无限带累积 不同时区的积分作为对碰使用 我们是500碰250 大区500小区250 如果今天你大区已经有很多积分的情况下 你小区呢有个进来一个299美元的套战 那么你马上就可以得到105个对碰奖 因为我们的一个大套战是1250 5个对碰奖就可以马上得到175美元的这个对碰奖 最高呢可以拿到2000局一个周期 未接算的PV值呢会继续累积保留 即使账号不活跃 积分也不会一次性清理 就是不活跃的时候呢 每个周期减掉10% 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积分 但是现在账号不活跃了 到了下一个周期呢是减掉10% 还有90万积分 不像其他公司是一下子归零的 这也是公司人性化的一个体现 我们呢对碰奖呢 月分点收入是14万美元 那管理奖呢升级管理两不五 当然我们在升级的过程当中 我们拿的管理奖自导按照就越来越多 根据不同的级别 最高可以拿出10代 每一代都是业绩奖的10% 那团队的选源关系12代人数呢 如果达到今天达到10个人 恭喜你就荣誓一心懂事 那么可以拿第一代的管理奖金 20人呢就可以升二心懂事 可以拿第一代跟第二代的管理奖 那50人呢就可以三心懂事 可以拿第三代的管理奖 那四心懂事呢 100人再加上三条合格线 就是说除了这个你一共加起来 有三条合格线 三条合格就有三个人他们合格 在工具有推荐两个 你就变成四心懂事 大家理解不了的话 就把它拍照下来 拍照下来大家细细去回味就可以了 那200人呢就三条一心线 晋升五心懂事 可以拿第一代到第五代的管理奖 那500个人呢 再加三条二心懂事 也就是一心钻石 然后可以拿第一代的 这个第一代到第六代的 那以此类推这样子下来呢 到了五心钻石 就像我现在这样 五心钻石的时候 就可以第一代到第十代 每一代都是10% 全部都拿到 这样子的 这是管理奖 那还有一个钻石股东分红奖 全球营业的3% 这个积分放在分红尺里头 可以一心钻石以上的经销商 每一个季度分红一次 那不同的这个钻石呢 可以拿到不同的 每一个季度可以拿到不同的分数 大家呢也是拍一张照 慢慢去了解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矩阵占卫福利奖 我们今天之所以凯莉能够这么深的人心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福利奖在做支撑 就相当于让大家可以拿福利 只要以后 因为每一个人加盟凯莉都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都有两张图 后台都有两张图 一张是树状图 一张是矩阵图 那只要你的矩阵厂下 有活跃品牌合作商 按照购买套餐的先后顺序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进行排列 跟你血缘 有血缘关系的 永远不会到别人的矩阵去 所以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跟你没血缘关系的 可能也有机会滑落到你的矩阵来 这个是要靠运气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的 在我的矩阵里头 我就没有一个是上面滑落下来的 因为我跑得比较快 跑得快这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矩阵有这么多奖的时候 我其他的奖励就拿了更多 所以为什么我不是去等待上面的人 给我滑落下来 而是自己努力去行动 我相信真正正正这个努力的 这些钻石总裁们都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矩阵想象呢 一般会出现三种的 第一种有可能是上面滑落下来的 第二种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己直推出来的 你一直推出来 比如说你推荐A和B 哪怕在树状图那边 你A和B都在 都在同一边 都在一个区 但是呢 在矩阵图里头 A和B呢 就是这样子排列的 在你的第一层的矩阵就站满了 自己直推出来的 一定在自己的矩阵里头 闪下伙伴推荐出来的 也是百分之百 在自己的矩阵里头 所以说什么人会 都不如自己会 在我们闪下的矩阵里 无论跟你有学员关系 只要他们账号是活跃的 公司每个月奖励三美元 活跃人数越多 拿的就越多 越有分顶收入38万美元 这是我们的福利奖励 那福利奖励 又有一些累计考核 这个累计考核呢 你看不懂也没关系 总之一星董事以下的 但有的人不小心运气约很好 下面很多人活跃 但是他最高分顶收入 是1000美元一个月 就一个周期是500美元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二星董事三星董事 就这样子以此类推 不懂的 大家就把它拍照下来 来个别来问我 然后呢 一直到七星董事 我们的奖金上限 是38万美元一个月 然后不要38万 38万美元 我相信很多人 都真的是过上 衣食无忧的生活了 那凯利奖金的播出率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因为刚才八项奖励制度 都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是全球唯一 全球第一 坚持分享 必成富豪 这是凯利的最大最大的一个亮点 你看我们以 2999美元套餐为例 就是说今天我们下个订单 给公司2999美元 公司要播出多少钱 你看到这种数字以后呢 你会觉得 哇 这个公司实在是太大烦了 为什么呢 你看直接推荐奖 500美元就出来了 间接推荐奖 就是分销奖 第一代到第四代 公司要播出250美元 马上就要播出来的 再加上105美元 11代到第17代的3% 一共是355美元 间接推荐拓涨奖 公司一共要拿出280美元 一共播出推荐奖的56% 举证奖要播出576美元 16成 每个人每个月3美元 还要播12个月 5706美元 公司就要播出来了 只是分12个月过而已 业绩奖呢 175美元 如果有的人打小区的话 就有业绩奖 如果有的人打小区的小区呢 又要再发一次175美元 管理奖呢 一共拿10代175美元 好 钻石风口呢 可以拿到65美元 总体的播出率 你看达到76.7%了 这就是印证了 林博士说的那句话 我成立凯利平台 不是为了说 我自己非要赚多少钱 是为了真正正正 能够让消费者 全世界的消费者 能够吃到 让他尽兴的产品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高的 产品的性价比 他说他只要两成 八成放在市场上运作 你看他说到做到 我们的奖金播出率 高达76.72% 而这些76.72 不包括我们赠送的李券 我们的产品券 不包括我们做促销活动的李券 因为这些不可能 我们现在76.72% 百分之百都会播出来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还没开始打小区 有的人还没有开始升到七星钻石 所以有一点点 这个沉淀奖金在里头 但是公司也很大方 把这些沉淀奖金拿出来 给我们做优惠活动 你看上周的 上个月的优惠活动 是多么给力 然后还包括我们全球的运费 和清光费 全球包油 包水 包清光 这是也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做不到了 所以为什么敢说 全球唯一 全球第一 坚持分享 只要坚持 简单的事情复杂做 坚持就分享 必成富豪 你赚不到钱都不可能 大家这张图要拍照下来 实际上你们出去谈单的时候 拿这张图出来讲 讲就可以了 你前面八种都不懂得讲 就讲这张图就够了 所以当你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时候 你会选择等待 当你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时 你就会选择奔跑 我就是 当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就努力奔跑 我才带出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团队 所以我建议大家 真正真正看懂凯莉 不要选择等待 而是要选择奔跑 所以选择凯莉 干好了有钱 干不好 我们还有健康 成功的很显眼 不成功 也显年轻 我们还是赚到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迎接 下一轮的财富盛宴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凯莉的210最新的算法 所以很多人你知道吗 只要看到这张图就已经很兴奋了 因为这张图直接简单明了 因为这张图跟别人讲 因为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家公司 能够有这么高的奖金播出率 这是我们的福气 能够碰到这样的一个凯莉 所以大家好好珍惜 我们当下的这个平台 好好去分享 把这个传递出去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获得健康美丽财富 让他们好好持续消费 在获得健康美丽的同时 也有机会在后台拿到一些钱 所以现在大部分人 基本上都有拿到钱 只是拿到大钱跟小钱而已 小的就可能三块钱 大的可能有几千块都有 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 所以不要跟别人比 跟自己比 关键我们要乐爱这份凯莉 这份事业 我们才有办法 让我们的能量提升 能量提升以后 我们就会螺旋式的往上涨 那一旦我们的能量 螺旋式的往上升的时候 我们的财运 我们的财富 财富也是螺旋式的往上涨 这样子自然而然 你不去找人 你发发朋友圈 发发Facebook 就有很多人来找你 就是这样子 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能量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凯莉的这八种收入 然后呢 总结在最后 总结在这张图里头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简单的事情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 简单的事情运行做 运行的事情坚持做 我们就往成功的路上 一步一步走进 最终呢 大家都会成为凯莉 闪闪发光的钻石 我坚信凯莉是 未来是钻石 全世界最大的钻石生产基地 因为我们的这个门槛是最低的 这是最容易达成的 然后呢 拨出奖金拨出率是最高的 所以一定一定要好好看懂凯莉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今天呢 这个凯莉的奖励机制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